亲爱的久违啦久违啦老钟又回来了 终于到第五季了开稿开稿开稿 最早这个逻辑思维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我们从开始出发是完成了一个公式的构架 通过公式这个算法的体系我们发现 原来中文和英文之间他们在互相转换的时候 这个思维逻辑是很固定的 然后呢通过这一条我们就能够去看到很多句子了 这是一个信心的构建 然后到了第二阶段呢我们完成了语法 还有单词第三阶段 到第四集的时候我们对口语和听力这个能力 告诉大家该怎么去培养它 这是一个方法论的体系 那么这一些呢包括我们在讲那个口语的时候 我们都是结合的我们所研究过的 包括物理学的定律呀 从势能到动能的转化呀 这个过程来去探讨它们 那么到了第五季的时候呢 我们将进入一个完全全新的纯粹的文艺思维 文艺文学和艺术 literate and arts 那么这个我们要讲的这个美呀 它所关心的是关于写作作文这个话题 那么这个作文呢 不论你是写一个高考的写作 还是比如说我要考研我要四六集写作 无论如何任何的作文来说 追求美是最高层次的 而且不光是写作 它对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学的欣赏 这种赏息能力各位同学 这种欣赏能力也是一次剧烈的提高 就让我们来感觉到 哦原来外语本身也会非常漂亮非常美 那么什么叫美呢 在这个今天第一节课呀 我们先给个同学做一个基本的美学教育 就是什么叫美 What is beauty Beauty或是esthetics Beauty 什么叫美呢 或者我们用一个一般选择性的疑问告诉大家 就是美到底是简单 还是复杂呢 结合我们生活的情趣 我们会发现 其实简单所创造出来的美 是远远高于复杂的 真正的美 正如中国古人所讲的 清水出芙蓉 对吧 它是最简单的 正如一个少女一样 这是所谓的 拼拼鸟鸟十三鱼 豆蔻年华二月初 它是最简单的 最纯粹的 最原生态的美感 那么我们就将带领同学们体会这种的美感 那么这种美感怎么造成的呢 它所靠的就是两个字 修辞 什么叫修辞 修理要修整的修减的词 就是言词 你的语言呗 你的语言 你的话语 中文的古汉语的这种修辞 我们在诗经当中所看到的是最全面的 最多的 最广泛的 那么英文 就是诗经的修辞的风格 这个风雅颂的风格呀 它基本上影响了我们中文的这几千年以来的 这种表达的方式和情趣 那么英文也是一样 它的修辞美学 同样的让我们用非常简洁的英文 就能去表达出来非常深髓有意境的句子 好 那么 什么叫做修辞之美呢 我们首先先举三个例子 for examples 第一个例子 这例子我们在之前的很多公开课中讲过 就是那个蒙太奇 我们再仔细的去体会一下 蒙太奇 它是怎么来的呢 所谓蒙太奇它是一种镜头语言 它所表达的是不同时光的印象的重叠 蒙太奇啊 一种镜头语言 比如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 他表达一个人快死的时候 他去回忆他的过去 他的前世今生嘛 是吧 回到过去 那么他的回忆当中呢 在我们在镜头上会看到这个 他的眼 他的过去各种事件的一些片段 一些切片会不断散现出来 这所谓的蒙太奇嘛 时空交错的感觉 好 那么我们就使用到蒙太奇 去写了这样一句话 你永远在我心中 我们当时记得是这样写的 各位记得吧 普通的是这个 You will always be in my heart 这个比较 这个也很简单 但是呢 所谓简单不等于啥 我们不光要简单 我们还要写出来 让这个文字看起来很漂亮 很优雅 这是所谓的蒙太奇 You will are and will be in my heart 你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还会是 在我的心中 这是所谓荡气回肠 绵绵不绝 对吧 这是所谓简不断理还乱 这种忧伤的感觉 通过三个谋语的并列 就体现出来了 根据我们的公式 这个属于单黄蛋 谋语的并列 而且是不同时空的 为什么呢 它的时态不一样 看怎么样 那么 这又所谓的 简单之美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追求 简单之美呢 这是所谓的 less is more 少就是多呢 因为在美学理论上面 这种美属于张力之美 它很有力量 一种张力之美 一种fertility 张力之美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形式很简单 形式非常简单 但是呢 我的内涵 内容 内涵 却很深髓 这种的美 才能够打动人心 而不是说 我堆砌很多 华丽的词早 哇 我的词特别的复杂 永远在我心中 什么permanently 搞 这种 比较华丽的词出来 替换词之类的 或者 eternally 等等等等 这个不叫美 它只不过是展示出 你单词料挺大的 那又能怎样 是吧 那又能怎样 一切美学的背后 一定是追求一种超脱 这种超脱 就是超脱 现实的束缚 超脱文字本身的束缚 我能够脱离 这种文字本身的束缚 通过简洁的形式 去表达出 比较深的内涵 那所谓张力之美 一种超脱之美 好 当然我们说过 这种实用性很强的了 各种作文 你可以使用它嘛 我们举个例子 看见没有 是吧 比如说 时间 这个 时间中的运用 比如 读书很重要 读书很重要 reading was is and will be important to each person 你看 是吧 reading was is and will be important to each person 阅读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还会是 对每个人 都非常重要的事情 多好看 用词很简单 那如果你词汇量 进一步提高 把这个important 改成essential 之类的 更好了 更好了 就完美了 好 那么 当然你会觉得 老师 那我们写这种句子 它是不是错的呢 老师会判错吗 如果你是在 平时的习作中 写这种句子 然后你来自一个 非常偏远的 不是很出众的 一个县城的小中学 由于这个 我们这个体制的限制 很多的中学的老师 是没什么水平的 所以他会觉得 这是个错的吧 没关系了 你要胸有成竹 你看这 我们看一下 经典中的使用 就是我所告诉你的 每一种修辞 都不是我自己发明的 它应当是 英文这个语言所 本身就具有的 一种美学手法 才可以 你看比如这个 第一个 美国总统 奥巴马的竞选 或是演讲 We are and always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吧 我们现在是 将来也会是一个 联合的美国 看见没有 还有 就还有一个 零四年六集的 这个阅读理解 Because crimes we Germans are responsible for were are and so dominant we didn't have the energy to tell our own sufferings we are and are 过去是 现在还是 还有你看 研究生入学考试的 试题 05年的这个整题 Health care costs have been are and will be continue to increase faster than government revenue 健康保险的成本呢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还会是 持续不停的增长 超越了政府的收入 faster than government revenue 所以 我们是告诉大家 我们所讲的每一种 中平老师所讲的 每一种修持美学 请大家放心去使用 它一定是非常常见的 那在比较严肃的 正式的全国性的 同考的这种项目当中 那你放心 老师的基本水平 还是具备的 是吧 他不可能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讲的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通俗的 当然 如果你不是去为了考试 学习的话 就能够更加 放开所有的这些束缚 去用心体会到 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美感 这是我们第一个例子 蒙太奇 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例子二 假如我们要说 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这好像有点 有点痴人说梦 虚拟语气 是吧 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你怎么说呢 我想 你的脑海当中 会条件反射地 迸出这么一句话 就是 Our environment is better and better 是吧 你会条件反射地 迸出这么一句话 Our environment is better and better 我们的环境 越来越好了 better and better better and better 是吧 这个 这种 哎呀怎么说呢 这 太低级了嘛 我们讲过 就是美 简单不等于傻 是吧 好 你看我的写法 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我们用词差不多 可以说词是一模一样的 Our environment is bettering 我们的环境正在好转 我把这个better当动词来使用 用了一个进行试态 看见没有 把它当动词来使用 而且是一个极物动词 better and environment 那么 这是个什么意思的 各位同学 这个在修词所法上 叫什么呢 这是我们这节课 要重点展开讲的一种 这个叫做 词的活用 活用 什么叫做活用呢 活用就是一种 真正的超越 一种张力之美 我们讲过 美一定要有它的力量 对吧 一个东西 一个美的东西 一定是很有力量的 振奋人心也好 引起欲望也罢 你比如说 一个年轻的男子 看到一个美女 他觉得好美啊 为什么呢 他产生一种爱慕的力量 一种发自原始的 欲望的爱慕的力量 还有 我们每个人 不论男女 我们看到 比如说 一个非常好的雕塑 大卫的这个雕像 你觉得很美 为什么呢 那种青春力量之美 对吧 那种来自青春的 原生力量的状态之美 所以美定是有力量的 那么词活用 就是一种非常能够体现 美学造诣的这种 修持手法 它突破了这些词 本身的词性 把一个我们常做的形容词 better 把它作为一个动词来使用 is battering 这叫做活用 这就是所谓的语言 所就的力量 张力之美 张力之美 ok the language is power 语言就是力量 好 那么各位同学 这个你就会比较担心 老师 那我查字典 好像这个better都没有动词狠义 咋办呢 会不会是错的呢 诶 我首先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去查什么什么 袖珍小字典 或者随便看一个什么电子字典 搜一下 估计还真没有 你打开一个 我们比如说我们讲那个背字典的课 那个牛津双解 或者朗文双解字典 你打开一看 哇 better 它其实还是有动词狠义的 只不过比较少用而已 在后面 对吧 还是有的 而且就算它没有 又能怎么样呢 谁说过语言不能超越它的本身的限制呢 我当然可以啊 比如说举个例子 中国古代诗人描述春天的诗歌 我认为只有王安石那首诗 可以说是 寄压 寄压所有诗人的 对吧 就是那个 春风又绿 江南岸 各位同学 春风又绿 江南岸 这句诗可以说是描述春天的诗歌里面 最精彩的 最快字人口的一首 那么这首诗当中的 最精彩的那个字是哪个字呢 就是绿这个字 看见没有 绿 这就叫做词的活用 我们在中文的字典当中 你也一样查不到绿 有动词含义吧 当然也没有啊 但是呢 它就是我们的美 看见没有 就那么的美 所以词的活用 不光是英文有的手法 中文也是有的 你不用担心说 哎呀 是不是个错的 当然对的 当然对的 好 那么问题来了 这很危险啊 我哪知道哪个词能够活用 哪个词不能活用呢 啊 你当然不知道了 所以我教你嘛 是吧 我们将梳理出来 就是在写作当中最好使用的 最常用的 最通俗好懂的 词的活用的手法 你把它记住 有那么一二十个 对吧 你把它记熟之后呢 在你自己写作的时候啊 你用个一个到一个 或者两个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强大了 或者说你不去写作文 你能够感受这种美感 也得是从内心深处来说 是很滋润的 很舒服的 所以啊 我们这个罗基语 第五季课程 到了这个级别之后 第一季到第四季 是一个不断的思想的开拓 到了第五季呢 是一个滋润的过程 我们来真正吸收一点养料 来感受一下语言的美学 Language is power 语言就是力量 OK 你看 比如说我们 跟大家总结了这个 Better这个字当动词 来使用这些例子 各位可以看一看呢 Thousands of Victorian workers Joint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In an attempt to better themselves 千万记得 Victorian workers 吴多利亚世代的工人呢 参加了这个教育协会 干嘛呢 他们尝试去 Better themselves 去改进他们自己 去改善自己 To better themselves 改进自己 改善自己 改良自己 看到没有 这句话是来自于 牛津高阶英语的 双解字典的 OK 所谓权威体现 然后下一句呢 His total five golden medals Is likely to be bettered 他高达五个的 这个金牌呀 不太可能被 进一步的提高了 已经有五块金牌了 是吧 It's unlikely to be bettered 不太可能 再进一步改进了 当动词使用 被动的 OK 再看一个例子 所以呢 今天我们一会儿 我们会看到这个词的 活用具体的表达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只有这样做 我们的明天才会更好 就这个例子啊 其实 这 为什么用它呢 它特别常用 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那个最后一段呢 是不是经常写这个玩意儿啊 而且呢 老师会教你这个怎么写 哎呀 只有这样做 我们的明天才会更好 这个怎么写呢 哎呀 我们很牛的 我们要搞一个特别 强大的作文手法 叫做盗装剧 高分剧型 是吧 怎么盗装呢 Only in this way 对不对 记得吧 Only in this way 然后呢 前面那个注词提前 Can our tomorrow be better Only in this way Can our tomorrow be better OK 就这么来搞的了 这个美吗 美个鬼呀 我说 这个从初中开始就用它了 对吧 大家都在使用这个 它已经非常平淡无奇了 不论多么好玩的东西 一旦被嚼多了 这就没意思了 不要老去吃人家嚼过口腔糖 都恶心 是吧 那么你看我怎么写的 看着啊 那只有这样做 我们的明天才更好 我们不用道装剧 我还是坚持一个原则 使用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词 那 in this way 以这个方式 A better tomorrow 一个美好的明天 will not be a question of if but when 只有这样做 一个美好的明天 将不再会是一个问题 一个什么问题呢 of if 是否的问题 而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而是一个but when 啥时候的问题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我把它就直译再说一遍 看看你体会的话 就是有一个中文的成语 是可以跟它的意思 意境是很像的 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 你看你觉得啊 好像中国人也这么说 是不是中式英语啊 当然不是的 只不过中文也正好 恰好这么说而已 老外也这么说 好吧 其实我还有一个截图 就是在一个美国电影中的截图 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古装戏中的截图 正好讲这句话 但是我那个图找不到了 不好意思 in this way A better tomorrow will not be a question of if but when 以这个方式 一个美好的明天 将不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 而是一个什么时候的问题 OK 用中文来去表述它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做 指日可待 指日可待 就是这个事情会迟早发生 它并不是一个是否会来 不是一个if whether 而是一个什么时候啊 是吧 迟早的事 理解了吧 指日可待 各位 多美啊 这种暗欲 同学们多美啊 这个在比喻的修辞手法叫暗欲了 所以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通过三个例子呢 我们实际上在一些公开的场合 也曾经举过三个例子 通过这三个例子 希望大家能够初步理会到 什么叫做美 然后呢 我们将沿这个道路往下去 去探究 让各位理解 其实不论是英文还是中文 我们都有自己非常非常类似 又有个性的这种表达方式 简单的文字 它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那么今天 Today 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词的活用了 从这个词开始 从词的活用开始 美的体验之旅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一个词的活用 就是better 是吧 改进 那么 其实我都会经常使用这个词 比如说 我们已经工作了 在职场 我们在互联网行业 因为我现在也从事互联网行业 而且互联网比较火热的 互联网教育行业 对吧 我们要改进用户体验 We have to better our customer experience 看见没有 改进用户体验 better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customer 各位知道了 customer experience we have to better our customer experience 我们要改进我们的用户的体验 你看多好啊 简单 然后呢 意境又很深水 对吧 好 哪些词可以活用呢 来 我们一个来看啊 来 我们一个来看 第一个 the first one shoulder 多简单 看见没有 shoulder 什么东西啊 它是一个名词 肩膀 肩膀啊 肩上 那么肩膀当动词能怎么用 同学们 你想怎么用啊 你感觉会怎么用啊 跟中文差不多的嘛 是吧 意肩单道义 铁肩单道义 各位听说过吧 解铁肩单道义 那肩膀 表示承担 比如说 我们应当承担起保护环境的重任 这就来了吗 是吧 we must shoulder 承担 看见没有 we must shoulder the liability 我们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 of 什么什么什么 是事情 OK 后面加具体的事情了 比如说保护环境 就是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那必须要承担 这是很好理解的吧 而且放心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词表示承担的动词意思 已经很常见了 在字典中也是很容易查到 这个词的意思的承担 绝对不可能出错 我们一定要去学会那些 安全的词的活用 下一个 next one word word 动词 当名词好理解 话语 对吧 说话呀 话语 那么 面对这个现象 不同的人 不同的说法 还有 请注意你的说法 这句话怎么说呢 be careful of your wording 请小心你说话的方式 be careful of your wording 请小心说话的方式 OK 但word这个词 当名词 也是有很多 非常精彩的说法的 就是表示语言 说话 比如说我们在写信的时候 在 那个 书信的时候 我们要表达一种感谢 那么这个词也是很好用的 你看看 比如说 你自己平时在生活中也可以这么说吗 就表示感谢 你不用只说 thank you very much 那个很单调了已经 my thanks to you is uh beyond words OK 看见没有 my thanks to you is beyond words 我对你的感谢 已经超越了话语 这什么意思呢 用一个中文的成语来说 跟它很贴近 叫做 易于言表 我对你的感激 已经是易于言表了 是吧 已经超越了话语本身了 已经是易于言表的了 OK 继续 这是 the word 下一个 house house 房子 房子把它当动词使用 能表示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个例句 his brain houses many strange ideas 看这句话 把这个house 当动词来用的 his brain houses many strange ideas 他的脑袋 装下了很多 奇怪的想法 看见没有 啊 融纳 装下 比如说 我们融不下你 we are unable to house you we are unable to house you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荣纳你 装不下嘛 还有 聪明的人要荣纳 一切的批评 a wise man should house varyous criticisms 看见没有 house 荣纳 varyous 我们可以把这话写一看 看一下 a wise man should house house a various varyous criticisms ok 一个聪明的人应当荣纳各种各样的批评 看见没有 小house 容 多简单 多么的深刻 下一个 color color 颜色 嘿 各位想一想 颜色这个词当动词是不是中文也常用的 而且不光是颜色这个词当动词来使用 其实颜色 它自己本身各种具体颜色 都能当动词来使用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你别黑我了 看见没有 你别黑我了 是吧 然后你再喝我就红了李全家 嘿嘿 是吧 还有这变黄了 搞黄了 看见没有 黄了 你看也是的 所以中文也会这么使用 当然语言之间它有些差异也不太一样了 那么 光是颜色本身 它就可以来表达这个意思 动词 丰富 比如说 网络的出现 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怎么说呢 Internet 特别简单 colors our lives OK 特别简洁 看见没有 Internet colors our lives 网络颜色了我们的生活 就是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color 当动词来使用 具体的颜色 我们以后来还会碰它的 比如那个红色 我们见过这么一个表达方式 比如说 the city the city was raided after the battle 那以后去就是 这种可能你在作文中用不上 但是呢 你去欣赏这些小说的时候啊 历史故事的时候啊 当你碰到这样的词的用法 你会马上讲起来 我们讲过它 哇塞 英文真的是可以非常漂亮 简洁之美 他说啊 after the battle 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 the city was raided 这个城市啊 被红了 什么叫被红了呢 我们中文有一个类似的说法 叫做被血洗了 看见没有 你看 红的一片 是吧 raded 好 OK next one up and down 哇 这个是我们经常举例子的 up and down up跟down 我们讲这个词的活用 不光是说把一个形容词 或者名词变成动词 可能会把一个戒词 或者动词变成一个名词 也有可能吧 比如这个例子 你看 我们就是把这个up 还有down 把它当一个名词来使用 看见没有 up and down 上上下下 那 比如说 我们要与生活中的困难 做斗争 怎么说呢 we must fight against the ups and downs in life 我们要去抗击生活当中的各种起伏取得 还有我们也常会这么说 生活充满了起伏取得 life is full of up and down 生活充满了起伏取得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道理是一样的了 看见没有 那么你可以表示各种起伏取得 比如说 比如说 哎呀 英语真不好学呀 英语好难呢 怎么说好难呢 这样 studying english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学习英语啊 充满了起伏取得 可以吧 一会儿呀 有希望了 一会儿又忘记了 这种呢 是吧 remembering words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记单词这个事情啊 充满了起伏取得 可以吧 当然也可以呀 是吧 都行啊 都是可以的 ok ups and downs 起伏取得 嗯 继续看 next one flood flood 它的名词是洪水 那么 洪水就能够延伸出来很多别的意思 比如说啊 当动词表示充满 比如说 我的心充满了 忧伤 你看这种诗歌的语言 对吧 my heart is filled 我们可以这么说 用动词来使用 my heart is flooded with 比如说 爱吧 with love and sorrow ok my heart my heart is flooded with love and sorrow 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 是吧 被这个爱和悲伤 像洪水一样给弥漫了 这是这句话说 在表述的 在描述的一个感觉 看见没有 my heart is flooded with love and sorrow 我的内心充满了 忧伤和爱 爱和忧伤 flood 充满 好 那么他表示充满 还能表示什么意思呢 第二个 涌向 涌向 比如说 非常适合中国的场景的 当商场打折的时候 门一开 哇塞 一群人涌向他去 看见没有 或者 放假 放年假的时候 哇塞 各路人马 都一大批当帮的 涌向火车站 ok they flock to the real way station 一样道理 ok 下一个 我们快点看啊 把它这个 尽量多学几个 下一个 chair chair 什么意思呢 椅子 我们在讲戒词那一刻的时候 专门说过他 各位记不记得 我们讲过 比如说 你坐在凳子上呢 是sit on the stool 但是呢 坐在椅子上 是sit in the chair 为什么呢 因为椅子比较舒服嘛 对不对 很软嘛 是窝进去的 是窝进去的 就跟我们说 在床上 你可以说 in battles 都可以 看是他这个床 这个程度 软硬了 那 椅子 既然是椅子 它就什么意思呢 在一个开会的时候 能坐椅子的人 一定是老大 所以说 主席叫chairman 对吧 他做的最爽嘛 老板椅了 你看我现在 我做直播的时候 我换了一个大椅子 特别软 特别舒服 是吧 特别爽的 那既然如此 能坐椅子的人 是不是你们 这个单位 或者机构的老大 才对啊 OK 所以chair 有主词的意思 主词 主导 它有点像 哪个词呢 anchor anchor是舵的意思 长舵 舵手 有一个黄油的品牌 好像就是他 对吧 the anchor butter OK 掌舵的 the meeting was chaired by the president the meeting was anchored by the president 被谁掌舵 被谁指导 被谁主持 OK chair 你可以表达很多 其他的意思 比如说 my mom chairs the whole family 我妈妈就是 掌控全家的全局 对吧 谁也不敢狠狠唧唧的 OK chair 掌控 主导 next one corner corner 是什么意思呢 角落 那么 各位可以想象 角落这个词 它表示动词含义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句带有一种贬义的色彩呀 就是把你逼到角落了 是吧 我感觉无可适从了 这种感觉 无可适从 比如说 你看这句话 对于当今严重的环境危机 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是啊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太简单 这是we are cornered 我们感到很窘迫 我们被逼到角落里头来了 我们呢 无所适从 we are cornered 我们在中学时代 还学过一个corner的一个名词用法 叫做around the corner 是吧 around the corner 表示是马上就要来了 就是转个脚就到了 比如说 summer is around the corner 夏天即将到来 这个还是一个好事情吧 马上就来了嘛 它就想挺积极的 是吧 但是这个当动词来使用corner 这个贬异色彩就会油然而生了 we are cornered 我们被限制住了 我们被束缚了 我们被逼到角落里面 无所适从 OK this is cornered 贬异色彩的 next one shadow shadow 什么意思呢 阴影 哇 你看这个词的 这个词意就知道 它应当又是一个具有贬异色彩的单词吧 贬异的 阴影 比如说 抽烟将损害你的身体 我们经常写这样的类似的句子 smoking is bad for your health 那么今天我们就知道可以怎么写 我们可以这么写 smoking 就是抽烟这个事 我要shadow our health 抽烟这个事情 我要shadow our health 将会给我们的健康蒙上一层阴影 你看 多好啊 中文讲这么复杂 是吧 英文呢 一个字就把它搞明白了 OK 蒙上一层阴影 shadow our health 非常好学 那么既然shadow 这是一个贬异的 那么相反的意思就是褒异的咯 跟阴影相反 是不是阳光啊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词 是能够当动词 是好的意思的 对吧 比如练习 锻炼 会让你对健康有益 exercises body exercises will shine your health OK 让它闪光嘛 点亮 它有像我们那个enlighten 你各位有印象了 我们单词讲过 前后都有en那个enlighten 那个指的是从头到尾都发光 透彻 大测大雾 是吧 意思不太一样的 有小区别了 OK this is a shadow and next one back OK 你看这个 本节最后一个词 back 背部 什么叫背部呢 这就是一个褒义的词了 你看我们有贬义的 有褒义的 是吧 back 背部 在背后默默的支词嘛 支撑 帮助 支撑 帮助 遇到困难的时候 只有朋友给了我不大的帮助 啊 when in trouble only friends back me up 啊 back me up back me up 支撑我 把我撑起来 看到没有 把我撑起来 back 支撑 就是背部嘛 支撑 撑起来 OK 所以看这些词 其实你仔细去想 就我们讲的每一个词啊 其实在我们的 不论是生活当中 你写邮件的时候啊 看书的时候 还是你写作文的时候 都是可以用进去的 你就想尽办法 把它记熟就可以了 我看到这个词的活用 还有几个词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每一个词都是 我们在实践当中 能够被经常遇到 才是有用作的 不然就不行了 同时一定要记住 我们所讲的词的活用 你放心去用 它一定是有来源 有出处 而且呢 是非常舒服的 很好看的 好 当然我们在 在我的那本 那个书当中呢 就是那个 简单极致写作美学中 我们对每一个词的具体 处处都做了详细的说明 那你看这个 rocket rocket什么意思呢 是火箭 rocket 那么火箭能表达什么含义呢 跟大家各位想一想 既然火箭 就能表示迅速往上窜 对不对 上升 我们在比如说 你描述一些图表作文的时候 比如你写雅思的作文 或者你写 你写小作文 你写图表作文的时候 比如考研究 就有图表作文 对吧 还有四六级 也会有这种作文 我们在描述图表的时候 我们说 什么事情正在上升 上升 我们一般来讲 都会写一些什么 Rise up quickly 会这么来写 对不对 Rise up very quickly 好 那么现在你可以体会一下 我们就不用rise up这个词了 用的是这个 rocket rocket very fast it's rocketing 今天的股市怎么样啊 it's rocketing it's rocketing ok 它正在快速往上窜 这个股市往上窜 好 ok 来 继续 this is the rocket 上升 那么既然有上升 下降怎么说呢 快速往下跌 我们平时用的这些词 比如用drop 对吧 下跌 用这个比较多一点点 那除了用drop去体会 去表示这个下跌 还有什么可以用来表示下跌呢 往下猛跌下去呢 嗯 你看 这个词可以 Waterfall 承词 对吗 如果 别指 llam 这 verb 对 按 接 well what for 这个词的本意是什么意思呢 是瀑布的意思 各位请体会一下瀑布的感觉 瀑布 就是泼出来 下去 倾泻下去 对吧 瞬间垮掉 倾泻下去 if it is wrong 如果这个是错的 your confidence will what for 你的自信就会哐的一下 就全垮了 自信全垮掉了 好 这是上升和下跌 我们在刚才还讲到一个上升和下跌 就是那个ups and downs 那个是把他当名词来使用的 是吧 起起伏伏嘛 ups and downs 起起伏伏 来 下一个 further further 这是更进一步的形容词或者副词 对吧 更进一步的 go further 副词 往前走了 那么 动词什么意思呢 推进 推进 往前推嘛 想要推进环境保护的进程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嗯 前面这边怎么写呢 if we want to further our work 如果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工作 看得没有 further our work 还有我们也老说的 推进我们的研究 to further our study further our study 推进我们的研究 进步往前推嘛 让它变得更远 更深入 更遥远 更深水 further 这也是一个词的活用 下一个 parrot 那 parrot 什么意思呢 parrot 鹦鹉 一种鸟 这个词就很常用了 鹦鹉这个鸟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与 在我们在这个 动物的意象的比喻上面 鹦鹉它本身就代表的是 鹦鹉学舌 对吧 去模仿人家 OK 那 模仿 比如说 我这个 罗金语呢 因为现在比较火爆 所以好多老师会学我的课来讲 这很正常 我已经发现好几个了 经常批评他们 是吧 我会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了 Don't parrot me Don't parrot me 是吧 不要只知道学我 Don't parrot me 不要只知道学我 你可以自己搞点原创的出来吗 不要像一个鹦鹉一样 Don't act like a parrot OK That's it Parrot 模仿 像别人去学习 模仿 这很好理解了 因为它这种动物的这种特性太明显了 OK Next one Father 哇塞 这个也能活用吗 当然可以 而且特别常用 特别常用 首先 这个父亲呢 这个意思 它还有创始人的意思吧 比如说我们讲美国的那些 创始人 国家创立者 那么在美国的历史当中 叫什么呢 叫做 The founding fathers 建立的父亲 这个我们在 中文当中 会经常把它翻译成国父 国父 国父 也不知道国母是谁 国父 Founding fathers 并不是说你的爹啊 它不光是父亲的意思 爸爸的意思 父就有创始人的意思 对吧 我们老爷老说 什么什么什么自父 对不对 什么什么什么自父 什么杂交水稻之父 什么什么之类 在中文当中 父这个词 它本身也是有这个创始人 这个横译吧 那么既然如此 father这个单词 就能够表达创立 比如说这句话 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 爱因斯坦 fathers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那就可以这么使用了 创立 创造 比如说 it's not easy to father a company but he did it 你看 要创立一个公司啊 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他做到了 it's not easy to father a company but he did it 但是他做到了 it's not so easy to father a company 好 创立嘛 不光可以表达 创立公司 还可以是另外一种 抽象的含义的创立 比如说 you can father new ideas only if you read enough 你读了足够多的书以后 你就能够去创立新的想法了 father new ideas 看见没有 创造一个新的理论 创立一个新的想法 you can father new ideas only if you read enough 读书读够了 就能够去创造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观念了 father new ideas 好 OK this is the word father 创立 那有人会说 老师那我用mother 可不可以呢 照说其实也可以 但是呢 因为这个语言的形成过程当中 本身是这个复习文化的体现 对吧 女权主义 目前还没有很强的体现在 这个语言当中 语言还是深受复习文化的影响的 所以说 用mother这个词 首先意思尽管好懂 但是呢 在他们实际的使用中 并不是很常见 所以我们也不去使用它 一定要使用特别常见的 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够一看就能明白 哦 是这个意思 哦 这个意思 一定要是这种的才可以 所以呢 不能用mother这个词啊 好 next one 下一个 forward forward 跟那个further差不多 各位记不记得 forward further 更进一步 向前 go forward 往前走 什么叫往前呢 推进 或者转交 转记 please forward me your letter 请把你的这个信 转发给我 请把你的这个信转发给我 这个词在哪里面比较多呢 我们在工作场合的时候去转发邮件啊 转发信息啊 就用这个词 forward 转发 OK 那这个 作文倒不会就使用它了 下一个 我们看下一个 crown 哇塞 什么叫做crown呢 crown的本意是皇冠 皇冠啊 它有点像这个词 owner 当然owner当动词已经很常见了 比如说 你的光临让我感到很荣耀 是什么意思呢 Your common owners me 对吧 比如说 你的你的发言 我很感激 Your speech owners me 让我感到非常荣耀 owner 对它很像 crown也是这个意思 戴上皇冠嘛 crown 是吧 就是 上天了 到头了 实现梦想了 crown 戴上了皇冠了嘛 比如说 He is crowned for such success 因为这种的成功 它戴上了桂冠 看见没有 它成为一个非常牛的人物了 被载入实测了 类似这种感觉 He is crowned 就是到头了 它比那个owner还要owner 它类似于是到了owner的最高境界 对吧 比如说 哎呀 哇塞 这位我的偶像居然给我回信了 哇塞 简直让我感到受宠若惊 是吧 He is reply owners me 用owner就可以了 就足够了 一般这种的 一般的这种 带来荣耀啊 很开心 很激动啊 用owner就足以了 那么 假如你要说的是 哇塞 他这个 不光给我回了信 他还把我选做了 他的 要去跟他一块吃饭的 作为一个粉丝 是吧 或者是说呢 他给我取了什么名字之类的 让我去参演他的某一个MTV 哇塞 那就不是一般的粉丝了 既然就是crown 是吧 让你带上了桂冠 你觉得你的一生的梦想都实现了 OK crown 皇冠 这个词蛮长 很常用的啊 皇冠 OK Next one evidence evidence 这词是证据的意思吧 那 既然是证据 当动词意思来自于他了 证明 显示出 表明了 his answer evidenced he's guilty his answer evidenced that he's guilty evidence 表明 显示出 这个非常好理解 Next one mirror 哇塞 又是一个表明显示出 mirror 什么意思呢 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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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文也常这么说 对吧 你照照镜子 好好看看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照照镜子去看看 是吧 这什么呢 比如说 你要认识你自己 你要反映说的自己 中国镜子都能看到你自己 对吧 那么镜子当动词来使用 就好理解了 就是反映 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这很好用的呀 比如说你描述一幅图 或者是一颗表格 是吧 Such a picture Mirrors the fact that ok 这样一幅图 它就反映了一个现实 Such a picture Mirrors the fact 这幅图啊 它反映了一个现实 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呢 后面 嘟嘟嘟嘟嘟嘟嘟 一大串 是吧 往里加就可以了 Mirror 那么 Mirror这个词 除了这种用法之外 它有一种用法也很漂亮 我们在作文中 也很使用它 你看着啊 我们这个是挺巧妙的 一个写法 是我发明的 这是我发明的 比如说 If you are looking for some help look for 是寻找的意思吧 Please look into the mirror OK take a look take a look If you are looking for some help Please look into the mirror 如果你是在寻求帮助的话 那么请看看镜子吧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 比如说 当我们在写到一种 一个作文的时候 你说我们需要找一个解决方案 该怎么解决呢 比如说要保护环境 该怎么去改进我们的环境呢 哎呀 如果你是在 还在去寻求别人的帮助 那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 不论是解决任何一个问题 麻烦和事情 我们是不是最终 最根本的是 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啊 所以说 如果你在寻找帮助 看找谁去啊 别瞎找了 照镜子嘛 什么叫照镜子啊 就是看你自己 You are the one who can help yourself 你就是哪个能救你 能帮助你自己的人 OK Help yourself 所以呢 这句话 这句话也是很漂亮的 尽管用词很简单 Mirror这个词 哦 很重要啊 很重要 OK The last one 最后一个 我们应该这么说 叫做 Last but not least 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但不是最后一个 是吧 就是暂时结束最后一个 词的活用太丰富了啊 我们就讲到二十个 给各位打开一扇窗 然后呢 我们以后带同学们去读各种经典的文章的时候啊 我们还会看到很多非常漂亮的词的活用 我都会经常在英文的阅读过程当中看到很多精彩的活用 我把它记下来 Rut them down 它会越展越多越展越多 很好玩的啊 然后逐渐你就自己会去用它了 OK Next one 最后一个 Cloud Cloud什么意思呢 乌云 云彩 云朵 那么云能够表示什么含义呢 啊 迷茫嘛 遮住了你 变得很晕 对不对 知识的匮乏会使你在 在做决定感到迷茫 will cloud your decision 看见没有 the lack of knowledge 缺乏知识啊 the lack lack就是缺乏的意思嘛 是吧 lack of knowledge will cloud your decision 知识的缺乏 会让你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 感到非常的迷茫 OK the lack of knowledge will cloud your decision 知识的缺乏 会迷茫你的决定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去体会到 这些词 如何超越它自己本身的意思 能展现出来更深刻的更好玩的用法 这是一餐窗口咯 OK 这是我们的修词的第一讲 就是关于词的活用 修词第一讲 给我们的修词 只不过说是打开了一扇大门 让我们将逐渐去感受到 在英文中 还有哪些修词 语言是如何 用简单去幻化出 各种丰富的美感出来的 OK 那我们下节课再继续咯 拜拜 拜拜